喂 哈喽 听到声音的话 敲一个6 看一下有哪位小可爱到了我们的直播间 听到声音的话 敲个6好 看一下 检查一下自己的设备 喂 哈喽 能听到声音吗 我刚刚在调这个设备的时候 已经看到有很多同学已经进来了 一一的欢迎 欢迎我们新到来的小可爱 欢迎一下 可以 好的 OK 那声音就没问题 我看一下有哪些小伙伴 提前到达了我们的直播间 欢迎小沈要奋斗 还有微号54 54的同学 欢迎我们的堂堂老师 还有2985 Panda 达布布 2664 PW46年 冰飞雨续 7049 雪彩千的玛丽 1901 还有汉海点灯引金 Rambo 欢迎 4月的财产 IJI小飞羊 叶绿素 还是有还是有比较多的我们 以前的一些老命口了 还有 云州七啊 小羊仔啊 对不对 好 欢迎 好 欢迎我们的 全部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小可爱 好 欢迎大家来到优化的 采迁基础的公开课课堂 那我呢 是采迁基础的主讲老师 好 露思一老师 然后呢也是好久没有露面了 我不知道你们想我没有哈 欢迎思明 欢迎充电宝 欢迎Coco 都来了 热爱就追 然后呢也是好久都 好像感觉有一两个月都没有上公开课了吧 然后今天呢 就好久没有见到大家 哈喽 哈喽 没想 肯定是想我了 肯定想了哈 新年的第一波自恋 呵呵呵 好 还是看到有很多熟悉的面孔 那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 幼化的公开课的新宝宝呀 有的话可以举个小手 我们就敲个五 代表我 呵呵呵 有的话可以敲个五哈 呵呵 那老学员就敲一个一 我看一下有没有 有没有新学员 我们一起敲一个一 欢迎一下我们的新宝宝 有没有 欢迎一毛五的糖 有吗 呵呵 太皮了 好 呃 那既然有新学员呢 我看到有敲五的 好 我就虽然说我 我认识你们 但我还是把你们当成新学员 好不好 好 欢迎螃蟹甲 那既然有新学员的话呢 那我 那露西老师在上课之前 还是要友情的提醒一下大家 关于我们这一节课的左右上角啊 右上角这个素材图 还有你们现在看到的我已经画好的这个线稿 以及之后我们想要进行复习巩固的同学需要的一个完整的录播 都需要关注一下我们优化的一个微信公众号哈 就是打开你们的微信 然后在里面搜索一下优化 嗯 我要找一下我的 先稍等一下哈 那就是打开你们的微信 搜索一下优化 优化两个字哈 优化的优 优化 优化的优 然后优化这两个字 我们就可以找到我们优化教育的一个组织 然后呢 我们在下面可以输入一个哈 回复框里面 回复框里面输入一个采迁素材图 那就是这五个字 采迁素材图呢 我们就可以获取往期包括今天 优化的一些公开课的素材图 你像分的比较细哈 那咱们这节课主要是画一个奶糖 奶糖呢 属于一个进屋类哈 进屋类 那我们 找到进屋类 就可以看到 就可以免费获取我们这节课的一个高清的素材图 欢迎欢迎 欢迎后面进来的同学哈 好 那这个素材图呢 你就可以保存到你的一个相册 就是一个非常高清 然后免费 到时候你们可以自己去画 好 关于这节课哈 这节课的一个线稿 包括我画完的一个作品图呢 我们就可以输入一个彩迁作品图 好 发送就可以领取我们今天画完的这个彩迁的 完成的哈 最终稿的一个作品图 好 那关于我们这节课的一个录播呢 我们就可以来到左下角 你看左下角有一个林园学画 就可以找到一个公开课的回放 然后点击彩迁的公开课 好 阅读全文 你看中间就会有一个目录 目录的话呢 是分的也是分的比较细哈 就关于美食类呀 还有进屋类呀 或者说花卉呀 或者动物等等哈 各种提醒的一些录播就往期 因为咱们优化已经开了好几年了嘛 那公开课也是非常的热分享给大家 开了几年的公开课了 所以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上面有很多往期的一些公开课 都是一些免费非常完整的一些录播 大家需要的话可以去关注一下优化的微信公众号 然后你们就可以免费的去观看进行学习 明白的话 敲一个四 欢迎好 欢迎来了来了 穿着豪华马甲来了 但我还是认识你 好 除此之外呢 我们除了平时可以在公众号上 可以在公众号上免费获取我们的录播 还除了除此之外 我们还有一些免费的关于图文教程啊 就我们平时老师会 会给大家分享一些免费的图文教程 比如说基础知识 还有课外教程 还有课堂笔记 关于各个科目类的一些免费的资源 都是很乐意的分享给大家 都是一些免费的哈 你们可以需要的话 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都是一些非常有用 尤其是对于咱们林基础小白来讲哈 这些都是比较基础的东西 如果你们需要的话 就可以关注一下诱化哈 关注一下诱化 或者诱化教育 这两个公众号都可以的 素素你好 好听课 不是波波哈 我是路西老师 是路西 给你们写一下 应该是新学员吧 是不是 6011应该是第一次来到我的课堂 是吧 找一个干净一点的字 我要写一下我的大名 那我叫路哈 就是这个路 哎呀 自己有点丑 粗刺 那路西哈 然后你们也可以叫我叫 路西老师 或者西西老师哈 这个是我们往西学员给我给我取的一个名字 然后今天呢 今天小冰冰同学12期的哈 就又给我的取了一个新名字叫小小西 对写名字要干净一点点的纸 好 欢迎欢迎我们刚刚刚刚有同学哈 第一次来到我的课堂 特别特别热情的欢迎你 一新 好 那关于我们刚刚的一个路波 还有素材图 包括作品图有了解 有了解了好 嘻嘻子 也也好听呀 对今天要一节课画完 那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线稿呢 线稿的话我在课前已经给大家起好了 并且让我们的云朵小姐姐 给大家扫描了这个素材这个线稿图 你们如果需要的话呢 就可以联系一下咱们的助理老师 因为平时年底嘛 大家都比较忙 所以的话呢 如果说你们能够有这个线稿 有线稿直接去拷贝上色的话 会节约很多的时间 提高大家的一个效率 就可以联系一下咱们的助理老师 助理老师的一个联系方式呢 我在课前也给大家写下来了 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去截个图 然后添加一下我们的助理老师 到时候他会免费的把这个线稿 分享给你们好不好 分享给你们 包括这个是我们堂堂老师的一个联系方式 还有另外一位 另外一位助理老师13号 13这个镜头有点小 但是我又不敢把它挪 挪开 因为挪开的话 我刚刚聚焦了一下 可能又要重新调 耽误大家的一个时间 所以说你们这样子 这样子应该能看清楚 你们需要的话可以截个图 尤其是我们第一次来到诱化的这个课堂的同学哈 就可以截个图 不光是可以找到我们助理老师 要到这个限稿 免费的限稿 还有呢 平时你们如果说有对课程方面的咨询 或者有画了作业 需要我们老师帮看的同学 都可以添加到我们的助理老师 他会非常热心 然后又非常专业的帮助你去给你看作业 好不好 有公开课的学员的话 麻烦敲一个4 能不能敲一个4 有没有公开课的学员 就我们优化非VIP学员 挑个4 有吗 叶叶子 叶叶子是谁 叶绿素吗 好 那我们这节课呢 主要就是给大家画这个奶糖 对不对 是一颗大白兔奶糖 那大家也是比较熟悉 我个人也是非常的喜欢 给你们看一下 最近买了一大袋 然后就是刚好要上公开课 就说哎呀 兴趣来了 就画一颗奶糖吧 本来我说 本来我说想画这个像食物那么小的 画食物那么小的 但我又觉得太小了 太小了的话 就不太好刻画细节 那大家可能看的也不太清楚 所以呢 我还是把它画大了一点点 好 那我们这节课画这个奶糖呢 有没有喜欢吃的 我个人是比较的喜欢吃啊 因为 因为奶味非常的足 喜糖嘛 不是喜糖 是奶糖 因为它奶糖非常的足嘛 奶了巴基的是吧 还很香甜 你们过年的时候有准备吗 过年 不是最近在准备那个年货吗 有准备吗 有没有 喜欢我也比较喜欢啊 就下午的时候 突然想到这个大白兔奶糖 就联想到了一首歌 叫小白兔 就那个啥 前段时间比较流行的那个 叫啥 小了白了兔 白了又了白 两了枝了 耳朵多了 竖了起了来 是那个吗 爱了吃了 萝卜了 喝了青了菜 蹦了蹦了 跳了跳了 真了可了爱 别把假牙粘下来 那就先前面废话小说了 废话小说 那我们介绍一下 这节课会用到的一个材料 这节课会用到的材料呢 主要就是我们平时 用到最常用的一款 施德楼采迁 施德楼的24色采迁哈 用的比较多了 而且大部分同学 应该都比较熟悉了 是吧 是的 很溜 因为之前就比较火嘛 就一直唱 也是一个洗脑的歌 就像最近抖音 比较流行的那个毛毛哥一样 好 除了这个24色采迁呢 我的建议就是 除了24色采迁 24色施德楼的水龙采迁 还有一个选择 你们可以使用霹雳码的采迁 因为我们这节课的内容 主要就是有一点点偏向于超写实 是吧 那超写实呢 我的建议就平时 画超写实用的最多 或者最合适的采迁 就是三幅霹雳码了 但是呢 我们今天因为这个画面画的会小一点点 包括它里面你看非常非常多的这种细节是吧 非常多这种非常复杂 然后又不规则的这些细节 如果用三幅霹雳码的话呢 画起来三幅霹雳码首先就比较软是吧 比较软 第二个就是笔形比较粗 比较笔形比较粗 所以说针对画这种细节很细很细的这种小面积的细节 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合适 当然如果说你们画的很大的话呢 我的建议就是用霹雳码是OK的 没有问题 所以说因为士德楼它是水龙的比较好叠色 并且它的笔形比较细 它比较适合刻画细节 所以说我今天就还是选择了24色的士德楼 并且大家都 并且大家都是 都是都有的 都有的 都有的基本上都是24色的士德楼 对啊 就抖音 抖音有一首最近挺火的那个毛毛歌呀 就是那个叫啥打唱来着 每个人的声音上都有毛毛 好 除了这个呢 我们还会用到灰色卡纸 灰色卡纸 包括硫酸纸 你们看一下灰色卡纸和硫酸纸 灰色卡纸呢 主要就是为什么我们不会用到白色的彩迁纸 待会儿我会跟大家解释 为什么不会用到白色的彩迁纸呢 因为我们要画的主要是一个固有色为白色的 白色的大白兔奶糖 是吧 如果说你用一个白色的纸去画灰色 去画白色的物体可能画出来的效果就没有那么好 你像我们白色的物体 如果说你像你像它的一个大白兔奶糖 就是一个圆柱形对不对 一个圆柱 好 它的光源从上面打下来的话 暗部肯定是在下面 那我们暗部呢 它就偏灰色 偏灰色的话 如果说我们用这个灰色彩迁去画 肯定画个老半天 画得非常非常细腻 但是你们会发现它还是会有一点点不自然 就是在白色的白色的纸上去画这种深色 会显得有一点点太突兀 就会显得很粗糙 所以说我们如果在想要在白色的纸上去表现白色的物体 它出来的效果包括体积感并没有那么的强 小了白了西杀 今天小二期就有一位同学给我编了一个西西歌 因为最近有毛毛歌嘛 就是给我编了个西西歌 他说他说那咋唱来的那个啥 每个人的脸上都笑西西 因为毛毛歌就是每个人的身上都有毛毛 特别可爱 好 好 那我们继续接着讲啊 不要打断我 你们先听 先生听听好 好 你看暗部如果我们画上体积感就没有那么强 如果说我们在在灰色的卡纸上哈 在一个灰色的卡纸上去表现白色物体 你们会发现它画出来的效果 它明显会比在白色的彩纤纸上画出来的效果要好很多 至少说体积会更加的强一些 就就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体积物体和背景衔接 物体和背景衔接是不是会对比强一点点 那对比强一点点就会凸显这个奶糖的一个体积 如果白色的物体画在白色的彩纤纸上它就会显得比较弱 有没有这种感觉 有这种感觉的话可以敲一个4 再加上呢 平时我们平时大部分画超写实的时候都会选用这个灰色的卡纸 为什么呢 因为超写实它首先要表现它一个写实的效果是吧 写实的效果 那我们画在灰卡上呢 它就会更加自然一点点 因为很少会有东西会放在一个很白很白的物体上 那灰色相对于白色来讲 它的颜色就会更加倾向于中性的颜色 就比较倾向于中性比较低调 就很容易让我们往往把背景忽视 忽视背景的一个存在 把你的一个关注点就往你的主体上去拉 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画超写实都会选用灰色的卡纸 知道吧 灰色卡纸 再加上本身是物体是白色的物体 就可以选用灰色的卡纸 表现的会更好一点点 知道吧 好 这就是我们这节课为什么会选用灰色卡纸的一个原因 包括我们这节课会使用到硫酸纸 为什么会选用硫酸纸呢 这个硫酸纸就很多同学都接触过 有没有没有接触过的同学可以敲一个8 那我待会有有有敲8的同学我就会单独讲一下这个硫酸纸的使用方法 有没有同学不知道的 有的话可以敲一个8 我看一下有没有同学不太清楚的哈 对对就是今天下午 今天下午12期有位同学就说给我编了个嘻嘻歌 就是小冰冰哈 就现在在直播间 好 还是有同学不太清楚这个硫酸纸的一个使用方法 那硫酸纸呢它就是一张非常透明的你看非常透明非常半透明的一种材料 然后它的作用在绘画上来讲就是用来考型 怎么考型呢 就我们画超写实嘛 首先你的形体就要非常的精准对不对 你如果自己写的话呢 那形体或多或少都会有一点点考型 所以说现在很多网上或者说平时画超写实一些画材 画作的画作的时候就很多同学会用到一些硫酸纸啊 包括考备台啊就直接把这个形体考下来 就直接考那个素材图的形体 那考完之后呢就会呃整体的效果 整体的形体就会更加精准一些 至少说能达到99%以上 98% 95%以上 这个形体非常的精准 所以说我们使用硫酸纸的一个技巧可以算是非常的 可以算是一个捷径了哈 就你们考型 好 这个硫酸纸的一个一个使用方法 它具体是怎么样使用的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哈 就比如说 可以看一下 就比如说这个硫酸纸 它是用来拷贝形体的 那我找一个铅笔 好 它是怎么拷贝形体呢 比如说这个这个Lucy哈 比如说我们想要拷贝这个Lucy哈 就当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素材图 好 画上你看我们用这个 硫酸纸在上面 它是不是可以看出来 好我们照着这个形体去去描一遍 描完之后呢 我们会发现这一面 你看你看上面 它是不是就会有这个你描完的一个线 一个线稿 对在电脑上考很方便 好 你们也尽量是在电脑上考 是对的没错 好 那我现在给你们演示的时候呢 就是因为我我我我本身如果拿这个硫酸纸直接贴在电脑上的话 你们肯定看不见是吧 好 那我就当这个是电脑哈 你们也可以把素材图打印出来 好 贴在上面进行描 描完之后呢 你会发现哎 是不是就描好了 描好之后上面会有一层那个石墨粉 因为铅笔就是用石墨去去制作而成的 上面就会有一层石墨粉 那我们反过来把这个有石墨粉的这一边好 反过来印到你的一个画面上 再用非常圆润的圆润光滑的一个物体去把它把它刮一下 你像我平时用的非常圆润的东西就是这个电动橡皮擦 然后我把它刮下来 刮下来之后呢 你就会发现哎 是不是刚刚那个线稿就已经印出来了 是不是非常的神奇 那印出来之后就会有一个弊端 就是说印出来之后它是一个反的 它是一个反的 所以说你们用的时候 如果说可以就可以把它反过来 再反面我们再描一遍 你看反面再描一遍 你看Lucy把这几个字反面再描一遍好 再描一遍我们再来印上去看一下它的一个效果 是不是就是正的了 对不对 你们看一下是不是Lucy 她这两个字就是正的了 是的话可以敲个一 这个原理大家明白吗 明白的话可以敲一个一 看一下刚刚敲八的同学好 看一下 咱们 咱们抖音上的音同学 知道吗 刚刚敲了一个八 还有我们刚刚刚很多同学都敲了一个八 使用方法 好 如果说目前还有一点点不太明白的同学 也可以关注一下咱们优化的一个微信公众号 就我们在刚开始给大家介绍的 你们可以在这里回复硫酸脂 你看 回复硫酸硫酸脂 它立马就会弹出一个关于硫酸脂的一个使用技巧 看到没有 硫酸脂的一个使用技巧 那上面呢 除了这个方法就是反过来重新描一遍这个方法 还会有其他的方法 然后具体的方法 你们就可以自己去获取这一篇文章 去了解一下具体的一个方法 包括刘三指的一个操作流程 好不好 忘了刚学会 好 听海 观海听涛 抠了个一哈 说明懂了 老星的手了 欢迎欢迎 是第一 欢迎哈 就后面进来直播间的小可爱 好 那除了这个呢 还有还有电动橡皮擦呀 还有橡皮泥呀 阿比铅笔呀 包括我们这节课还会用到的另外一种材料 就是马克笔啦 马克笔 马克笔的话呢 我之前马克笔的话我准备了三支 三支 就是一个是22号的橘黄橘黄色就橘红色 你们平时如果说有其他马克笔的同学也可以选用更加合适的一个颜色哈 就是看大白兔上有蓝色红色跟黑色和白色是吧 然后我们就可以私底下如果有马克笔的同学当然当然会更好 如果说没有马克笔的同学也不要着急 你们可以用彩签代替可以用彩签代替都可以好 那这个马克笔呢 这个马克笔是另外一个牌子的 那这两个马克笔是Touch的牌子 这两个马克笔在咱们优化的店铺都会有卖哈 包括你们的如果是基础班的同学买了买了彩线基础材料包的同学 他里面都会有这两支哈 如果有的同学肯定会方便一些 那就可以你们想要去买的话 如果是现在没有的同学想要去买就可以关注一下 同样的也是关注优化的公众号 他里面会有一个微店 下面会有一个微店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然后有各种各样的非常非常亲民的一些话材 又非常好用的 都是通过咱们优化的老师亲身亲身测评 然后性价比又比较高的一些话材 你们需要的话都可以去看一下 我花的蛋白兔奶糖有多大 我花的有多大大概十十三厘米左右吧 这里十三厘米左右 这里十厘米 然后十三厘米左右 大白兔那么大 好 好 关于马克笔的一个使用方法呢 我大会会跟大家讲哈 就是为什么会用到马克笔 包括还有白色的碳笔 白色的碳笔呢 它主要就是用来打底 你们看一下 它主要就是用来打底 因为白色碳笔 首先我们想要在灰卡上去画 灰卡上去画白色的物体 那它的固有色 我们肯定要用到这个白色的碳笔进行打底 你看白色的碳笔画完之后 立马就是一个白色了 对不对 那白色碳笔呢 我们还有一个可以进行代替的一个材料哈 就是可以用到国画的白色颜料 国画的白色的颜料 有吗 有没有 有没有用过 有没有用过 就可以用来打底哈 所以说没有白色的同学也可以用到白色的国画颜料 那如果说也没有白色碳笔的同学 那你就只能用白色的裁纤纸了哈 因为白色的裁纤纸它本身就是白的 如果你们没有 如果你们目前没有这个白色碳笔的同学 也是可以到我们的一个微店微店淘宝店上都有哈微店里面去找一下 这个的话呢是一款酷喜乐的白色碳笔 酷喜乐我也给你们写一下哈 这个材料非常好用 在我们基础班都会用到 包括在 在我们基础班都会用到 抬纤基础班 好 是叫酷喜乐 酷喜乐白色碳笔 可以去找一下 包括我们基础班也是会详细的讲到这个白色碳笔 还有灰色卡纸的一个使用方法 好 那前面呢 前面我们材料就简单的介绍到这里 那前面我们就是讲了硫酸纸的一个使用方法 那我这节课呢 呃就是用到硫酸纸进行拷贝哈 拷贝形体 因为形体比较简单 然后我们考的时候呢 这一些哈 这一些 这一些里面的细节会稍微复杂一点点 所以的话呢 你们可以选用硫酸纸去进行拷贝哈 可以选用硫酸纸去进行拷贝 是的呀 你们你们在讨论啥 你们在讨论今天 今天刚出来的那个优惠活动吗 那个人像的 人像你们知道吗 看你们在讨论的热火槽点哈 但是有些同学不知道 呃我就给你们看一下吧 就先给你们看一下 是的 因为因为今天也是首发嘛 然后就可以给你们看一下 呢 可能有些同学还不明白你们在说啥 那露丝老师就在这里简单的解释一下 好 因为因为这里的话呢 咱们又花 你看新推出了一款迷你的课程 好 非常名字就非常的可爱 才签人像的迷你课程 呵呵呵 看你们在讨论的热火朝天 对2月27号开课哈 这个采签的迷你迷你课程呢 如果是我们又花的老学员是可以免费参加的 免费参加 然后呢你们看一下 它是有六节课哈 它主要就是有六节课 针对于咱们又花的老学员呀 还有包括我们公开课的一些 免公开课的一些学员 如果是我们又花的老学员的话 是可以免费的听课哈 这个课的话是 是有六节课主要就是有我们秋秋老师哈 秋秋老师带领大家体验一下这个咱们优化的VIP课程 就是人像这方面的VIP课程 那画画什么呢 主要就是画五官 还有画一个完整的头像 对对对 是的老学员免费 所以说可以联系一下咱们的 呃助理老师 助理老师老学员的话是免费加入 新学员的话 本身六节课是吧 六节课本来是599块钱的一个一个课程 然后呢 因为是首发 然后也是咱们又花新推出 新推出的一个好的一个福利 因为过年了嘛 对不对 然后也是感谢大家这一年来 对我们又花的一个支持和选择 那我们这个原价是599元哈 感觉现在自己在在在在那啥 原价599元 然后现在的话六节课只需要99元 你们你们算一下有多么划算 是咱们呃上课的一个质量 可以跟大家保证保证的哈 是VIP的一个教学模式 然后99块钱有六节课 六节课相当于算下来就是一节课15块钱 一节课15块钱就可以体验咱们又花的 VIP课的一个待遇哈 那这里的话呢 就是要呃必须把这个好的一个福利 非常好的一个福利带给我们的公开课学员 还有VIP课学员哈 老学员的话是可以免费参加免费参加 到时候你们可以联系一下唐唐老师 或者呃13老师给你们看一下啊 再给你们结个图非常贴心 我是不是非常贴心 好结个图哈 好这个话呢是唐唐老师的一个联系方式 还有13老师的一个联系方式啊 到时候你们都可以联系一下这两位老师 就可以 不要599只要99是吧 不要三个9只要两个9 好那我们前面呢 还是要以课程重点为主 前面就是给大家解释了一下 因为看你们讨论的热火朝天嘛 就给你们带过了一下 呃希望把这个福利带给每一位学员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可以开始进行画画 那画画画呢 画画第一步我们首先就刚刚讲到了一定要给他进行一个白色的打底对不对 白色打底那我就会用到一个白色的白色的酷喜乐的哈酷喜乐的探笔好那我们就可以整体的给他进行打一个底因为他的一个固有色就是白色嘛对不对好那我们就可以给他上一个底 灰卡对对对是灰卡欢迎后面进来的同学哈前面已经解释的非常详细说我们为什么会选择灰卡如果说后面进来的同学没有呃来得及听到前面的内容可以可以关注一下右画的一个微信公众号 好然后录播的话明天不出意外的话正常情况上是明天就可以给大家给大家出来哈 超写时不能节约哈哈 好整体都可以给他用白色的彩白色的探笔哈进行过渡一下啊进行过渡的时候呢 首先你在描的时候因为白色探笔可能会覆盖你的一个铅笔稿是吧 所以说你在前面起这个铅笔稿的时候尽量好尽量是是可以画重一点点就是我们用p 用硫酸纸画完之后你会发现印出来的颜色它偏浅你们看一下是不是印出来的颜色偏浅并且会有一点点粗糙 所以说我们画完之后呢你们可以使用那个自动铅笔自动铅笔包括 如果HB的那个铅笔或者RH3H都可以好然后我们就可以去勾一遍形 像我的线稿就非常细我是用自动铅笔刻钱已经勾了一遍形 这样子的话呢那个线稿就会更加明显一些 那我在别白色白色探笔的时候就不会被完全覆盖好被完全覆盖住 抛弃了谁谁把你们抛弃了 好画这个白色探笔的时候呢因为它的一个就类似于我们的粉笔所以它会非常的容易掉粉 那你们在画的时候可能就要辛苦一下大家不断的去吹一下好 因为在画的时候你们也可以看到我的画面 这个白色探笔它就是这种特性 你在画的时候它就是类似于那种粉笔画起来就会掉粉 所以说你要随时吹一下你的画面保证画面的这个干净 包括平整的一个画面效果 好有没有听到我的那个啾啾啾的声音 无形的手把我拎过去的啥意思呀 狗哥呢狗哥今天不是说要来抽奖的吗 完了我暴露了 完了完了我暴露了 我今天要干啥 完了我暴露了 都没有惊喜了 好因为我们这里呢要画白色要画黑色对不对 那黑色画上去颜色本身就很重 那你叠这个白色探笔的一个作用就不是特别大 所以说我们可以绕过这个灰色好绕过这个灰色直接画其他部分就是它周围 有没有听到我的这个探笔有没有听到我探笔的声音就是那种呱呱呱的声音 好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好 接下来呢我就好 要交给大家那个马克笔 因为马克笔为什么会用马克笔呢 因为马克笔它有什么 它有什么样的作用 你们看一下啊 首先马克笔它画上去呢 它它画上去它就跟我们采迁是不一样的 你像马克笔为什么会用到马克笔 抄写时通常都不会只用采迁一种材料啊 它会用到各种材料 就比如说马克笔画上去 它是不是非常的快速 它出来的效果非常的快 像我用马克笔打完底之后呢 是不是立马颜色就已经画出来了 如果说我不用马克笔打底的话 我选用一个一个这个红色 那我选用一个红色去画它的外壳 那画出来呢 效果你们看一下 效果是不是相对于用马克笔的这个效果 它的一个要粗糙一点点 你们看一下是不是要粗糙一些 是的话敲一个四 是是的话敲一个四 我感觉我这句话已经说的 说的已经顺口了 在VIP班级的时候我也说 是的话就敲一个四 是不是 它明显会比马克笔打底的要粗糙一点点 要粗糙一点点 并且如果说你想要达到这种深度的话 你可能要点很多变颜色 有很多变颜色的话 那就相当于就有一点点耽误时间了 大大的大大的减低了你的一个效率 所以说我们可以用到马克笔去叠色 一个就是使效果会更好一些更细腻 第二个就是节约时间 所以的话呢 我们待会这个红色的红色部分跟黑色部分 我们都可以用到马克笔去画哈 都可以用到马克笔去叠色 好 为什么我在这里会提前教大家马克笔 为什么会用到马克笔呢 好你们看一下我画出来的颜色会稍微暗一点点 如果说我在一个一个白色的摊笔上面去进行马克笔的一个覆盖 你们看一下它会有什么样的效果 它会有它会笔不覆盖有什么样的效果 是不是感觉哎 这个有已经打好底的感觉要亮一点点 这个要暗一点点 是不是 试的话敲一个四 不行 试的话敲一个五 所以说我们如果你像你像这些好这些地方这些地方都是它的一个亮部对不对 红色部分都是一个鼓起来的亮部 所以说你用马克笔打底的时候颜色肯定不能太亮 所以我们就可以在红色地方也给它画上这个马克笔 也给它画上白色摊笔进行打一个底 好 画白色摊笔的时候呢 这个可以可以稍微用力哈 因为你不用力的话 你看力度很轻 它画出来的效果就不是特别明显 所以说你想要完全提白的话呢 那那就得稍微用点力啦 听到我的那个呱呱呱呱沙沙沙的声音吗 好 白色部分本身它就要画白色是吧 稍微吹一下 一定要随时吹一下 你们有没有感觉我不吹的话 你们有强迫症的同学就很想 很想把我这个画面上的 画面上的这个白灰给吹掉 好 包括我们中间哈 中间这个兔子的部分 它肯定也是一个白色 我这里呢 我就稍一下笔 因为因为感觉笔心有一点点顿了 笔心顿的话 本身就画的比较小 就不好刻画细节 白色碳笔用软的好还是硬的好 软硬的话呢 那要看你画什么 因为因为就跟皮里马是一样的 就跟我们彩线是一样的 硬一点的彩线呢 它就适合画细节 同样的碳笔也是一样的 硬一点的碳笔 它也是适合画细节 软一点的碳笔呢 它就适合画大面积 画大面积的 所以说具体要看你画什么 大面积平铺的话 建议大家用那个 用软一点的 用软一点的 因为好叠色嘛 对不对 一叠它就是一笔 它就是一大片 画细节的话呢 就用硬的硬的把笔削尖 才知道碳笔有软硬呀 吹一下 把它吹干净 这样随时吹一下 要不然它会有那种白色的颗粒 白色颗粒 它会影响你后面上色 所以说你吹一下这个上色 白色碳笔铺的这个底 会更加均匀一点点 素素理说装 要随时吹一下下 包括这边 这边也是整体给它平铺 你看如果说白色的物体 画在一个灰卡上 是不是效果就特别特别的明显 如果画在灰 如果画在白色彩铅纸上 那你就要花很大的一个功夫 去塑造它的一个暗部 暗部尤其是你画超写实 你肯定画暗部的时候 用灰色去画 肯定要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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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翼翼 所以说很多时候材料的一个选择 也是很有讲究的 就具体你画啥 然后画什么题材 画什么效果都会有不一样的讲究的意义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系统班级学习会讲到的一些综合材料的一些运用 你像这个我们这一节课的一个超写实呢 超写实就会在基础班 采成基础班的终极班会学到 因为那因为那个时候 终极班的时候 我们就会慢慢的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一些材料 比如说白色摊笔啊 还有灰色的卡纸啊 硫酸纸啊 马克笔啊 这些都会慢慢的接触到啊 因为因为成熟好一点点 好一点点成熟一点的画家 它不光是只会用彩线 它会用各种综合材料去做画 达到不一样的一些效果 好 催一下 声音小了是吧 因为因为这个画比较小嘛 所以我要我要凑过去 凑钱去看这个细节 所以说可能可能就离画童远了一点点 我把这个拿过来一点 再拉过来一点 好 不小不小的 不小就没不小就没事 就怕你们太小了 就听得不太 不是特别清楚 好 稍微吹一下 吹一下 OK 那我们画完之后呢 可以拿个纸巾 稍微揉一下下 因为它本身可能画出来 会有一点点凹凸不平 因为碳笔本身 它的一个颗粒感就非常强 是吧 好 再进行一个细化一下 让它更均匀一点 对啊 再拉过来 好 稍微抹一下下 用纸或者说用手指都可以 但是不能抹太多 因为抹太多 它这个粉就掉了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用到 用到这个叫这个叫啥 这个马克笔哈 这马克笔去画 好 马克笔的话呢 就画在它的一个红色区域 声音大吗 声音大吗 这个是不是九点就结束了 我希望哈 我希望九点能结束 好 慢慢的去勾 慢慢的去勾 因为用马克笔 效率会快一点点 总比你用彩线 可能勾个很久很久 它可能还 还那个啥哈 还 还没有画完 好 慢慢的 一定要屏住呼吸 因为每次画这个 超写实的时候 用这个马克笔的时候 就非常的担心哈 因为我也会怕画错 好 那画这里的时候呢 因为要非常的小心 我就画说的会少一点点哈 好 给它打个底 对呀 诗意捷克画完呀 你们都以为是两节课吗 是不是看起来很难 画完就放假了 没有没有 明天晚上不是还有一节课吗 就是给基础班的同学加课哈 不是加课 是提前上 因为风景还没有画完 这个礼拜上了四节课了 明天晚上上完课 后天我们就放假了 好 还有 还有 不要忘了哈 这里还会有 还会有一个小小的细节 屏住呼吸 好 包括这 好 这里的话呢 因为它比较细 那我待会用彩纤去勾也是一样的 不是风景加课 是风景提前上 因为有学员不是在群里面反映说 想要在年前就把风景上完吗 因为他可能也是考虑到 考虑到说那啥 考虑到说 一件事情可能不能分成年前和年后座 好 还有我们的黑色 黑色好 黑色画深色部分 幸亏来了 要不然错过了 错过啥 要不然错过 不知道 不知道我们明天晚上要提前上课吗 到时候班主任会发通 会发那个通知哈 不要着急 明天班主任会发通知 凡是有重大事像那种加课呀 或者说有 或者说有其他的事情 班主任都会进行发公告 在群里面通知哈 用水彩打底要用白色吗 水彩打底的话呢 白色可能效果不是特别强 因为水彩的白色 基本上就比较通透比较透明 水彩上基本上 水彩上基本上都很少很少会用到白色 因为白色水彩的白色覆盖率会稍微低一点点 所以说你们可以用用国画的白色颜料 或者说白色这个白色的碳笔 都是可以的 我觉得我不能说太多话了 因为怕画错 因为这本身就是一个技术活 就考验我的那个耐心 还有精准度了 因为这个马克比一上他画错了 就没办法了 一说话就手抖 你们有这种感觉吗 我的问题 我看一下哈 你 我看一下 因为我在画的时候 尤其是画这种细节 可能就是在画画 我就没有看弹幕了 观海听涛 观海听涛看一下你问了啥 观海听涛 白色探笔的作品时间久了 白色不会脱落 会脱落呀 所以说我们可以建议大家准备一个定画页 准备一个定画页 你们到时候画完之后配一下定画页 或者说用那种类似于玻璃 玻璃相框 或者准备一个 或者准备一个画册 放到里面 尽量不要让它 让它放在外面 尽量不要让它直接见光 这样子就容易保存一些 所以也可以去准备一个定画页 其实不是很贵的 就几十块钱 然后你们如果说怕褪色的话 可以选择白色的那个国画颜料 好 我在画的时候呢 可能画的会比较 会有一点点认真 所以说如果有漏掉一些小可爱 比较好学的一些小可爱的问题 就稍微原谅一下 我就厚着一脸皮求你们的原谅 然后呢如果说有咱们优化的老学员 学过的同学 可以帮忙解答一下问题吗 厚脸皮 非常厚脸皮 然后如果说问题还是问了很多遍 还没有得到解决的话 你就可以多问几次 好不好 好 这里的话呢 这个蓝色部分 我们就可以用到蓝色的彩迁 但是用蓝色彩迁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把笔效尖一点点 好 为什么会用这个蓝色的彩迁呢 我们看一下 因为首先蓝色 蓝色它画出来 这个是我们士德楼里面的一个 普蓝色 普蓝 孤蓝都可以 你们看一下 我们先来进行一下试色 好 本身它的颜色是不是比较深 对不对 本身颜色比较深 我们就可以用到普蓝 或者 或者孤蓝去画 好 孤蓝去画完之后 你会发现颜色是不是太蓝了 是不是太蓝了 为什么要用国化颜料 苏苏 国化颜料 可以去掉其他颜色 零号可以去掉其他颜色 啥呀 往期公开课有动物 是的 好 你们看一下 我在讲这个重点的时候 可能也是在专心的讲重点 那你们我在讲的时候 如果说有问题的小可爱 可以先把问题保留一下下 可以先把问题保留一下下 等我讲完之后 我再来看你们的弹幕 好 你像这个蓝色画完之后 对比一下我们素材图的蓝色 是不是明显会太蓝了 是的话可以敲个五 看一下啊 是不是明显太蓝了 对比一下素材图的这个蓝色 所以说素材图的那个蓝色呢 它会偏向于孤蓝 偏向于宝石蓝 还会偏紫一点点 对不对 我们就可以加一点点的玫瑰红 去过渡一下 加一点点的玫瑰红哈 因为玫瑰红就是偏紫嘛 对不对 如果说你加那个紫色的话 加紫色的话 它本身颜色就很重了 如果你加紫色 那加加完之后呢 可能会比圆图的那个颜色 还要重一点点 所以说我们画完之后 调色哈 要进行调色 所以我们可以 可以用这个玫瑰红 玫瑰红去给它过渡一下下 你看让它有一点点偏紫的 这个颜色倾向 那颜色就会更加的接近圆图了 是吧 好 所以说我现在就是用的这个普蓝 或者孤蓝 你们都可以用哈 这个普蓝 去给它过渡一下下 给它过渡一下下 好 边缘整齐一点点 好 包括我们这个左边哈 我们先把这个左边勾上 那勾左边 勾左边的时候 因为这个面积比较小哈 所以说我要 我要凑近我的画面去 非常仔细的去勾 那这个时候呢 大家就是安心的看我勾 然后有问题的话 也可以再保留一下下哈 再坚持一下下 因为我在勾的时候 我就我就非常的细心 你看 因为因为它本身画的就比较小 本身画的就比较小 所以说如果一不小心画错了的话 那这个效果就完蛋了哈 对 你就静静的看哈 跟我一样 屏住呼吸 好 我这边 我怕我的这个衣袖 会把这个白色探笔给蹭掉 所以说我拿一张纸垫一下哈 好 你们这个时候就可以稍微落一下 刻对蓝色蓝色用马克笔也可以 那这里我就准备了一个马克笔 你们看一下哈 我在刻钱的时候准备了一个马马克笔 但是我会发现这个马克笔颜色 稍微深了一点点 我就觉得哎 还是用彩纤画吧 反正这个面积比较小 用彩纤的话也好控制 你像这个 我就是准备了这个蓝色的马克笔 颜色就会有一点点重了 是吧 颜色就会有一点点重了 所以说我觉得 那我还是 还是选择用彩纤吧 对不对 还是选择用彩纤吧 马克笔太粗了 马克笔的话呢 你们可以 有没有软头的 可以选用那个软头的 你看这个就是软头的 它可以控制大小 你看可以控制大小 它小的时候 它细的时候 可以吸到什么程度呢 它可以吸到这种程度 看到没有 它可以吸到这种程度 吸到这种程度 然后粗的时候呢 它也可以很粗 所以说我们画起来 就会很方便 对 偏青色 就偏 偏深嘛 偏青色 所以说我觉得 还是用这个 彩纤 彩纤的效果 可能会好一点点 好 但是你们在画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把笔消尖 把笔消尖 因为在画细节的时候 就要屏住呼吸的去画 画糖大白兔 马克笔会印到下面那层呢 哪个呀 没有啊 哎呀 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我刚刚在画的时候 马克笔印到下面那一层了 幸亏没有 心里面就 搁撑 搁撑了一下 要不然就完蛋了 对是马克笔 看一下这是啥牌子 还给你们看一下 那 给你们看一下 你们可以截个图 这个叫啥 卡罗 马 可 卡罗马可 是马可的吗 你们 你们看一下啊 因为 因为我的英文不是很好 我的英文不是很好 我的英文老师是 我的英文老师是语文老师 所以说你们可以截个图 可以去搜一下 那 卡罗马可 太尴尬了 这年头 学画画 学画画 还要学英语 斯塔的呀 斯塔的 那这个卡罗马可 就是他 就是他的那个 那个 牌 不是牌子 马可就不是牌子 我的英文不好 你们要原谅我 是毛毛老师吗 那个毛色 哎呀 我不小心把你暴露了 我必须要把你暴露哈 因为每一次我去 我进你的课堂的时候 你每一次都非常非常高调的介绍我 然后搞得我就好不好意思 好 这个细节的话是 有很微妙的变化 所以说你们一定要画的时候 一定要看清楚一些 再下笔 陈王再给我补英语 好了呀 你们都是我的英语老师 画这个的时候哈 最耽误时间的 就是我现在抠的这个东西 现在抠的这个东西 是最耽误时间的 所以说你们 可以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稍微休息一下下 或者说去吃点东西哈 我觉得还是用马克笔要快一点点 你们有合适的 我强烈 合适的颜色哈 我强烈推荐你们去 有有书写 有书写班的吗 强烈推荐你们用马克笔会快一点点 知道吧 速写班的 小波浪波 你怎么不问 有没有水彩班的呢 对我们平时上课的话 是有助教老师哈 平时上VIP课的话 肯定是会有助教老师在群里面进行跟课堂的 因为我们今天是公开课嘛 公开课的话呢 那今天本来本来就是周六 所以说我们老师就会呃都都是晚班就提前上完了 所以的话呢 公开课就会有我跟唐唐老师在在这个直播间里面进行帮助大家 平时公开课的话是平时VIP课的话是不用担心的都会有助教老师的每一个科目都会有助教老师跟课堂就会给大家及时的解决问题 谁才也搬得你熟啊 好 因为它在白色碳笔上进行叠色 所以的话呢 它会稍微有一点点粗糙啊 因为白色碳笔它本身就是颗粒嘛 颗粒感 如果说直接在上面叠彩纤的话 它会稍微有一点点粗糙 这是非常非常正常的哈 你们在画的时候 我必须在课前就给你们打这个打这个预防针就告诉你们 在白摊笔上进行叠色它会有一点点粗糙 这是非常正常的 因为世界上没有那么好的事情哈 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是两面性 你选择用白色摊笔进行打底 让它快速的出效果的话 你可能要接受它的不完美 给它们吹作业 公开课还要被吹作业 太惨了 长那么惨呢 最近重点在重点抓啥的作业 就全班都在都在等着它交 好 我们画的时候呢 也可以把这些褶子的凹凸起伏稍微画出来 像深的地方呢 凹下去的地方肯定瘦光弱一点点 对不对 那我们可以给它加重一点点 多叠这边颜色 好 你看 把这个明暗关系再尝一下 它就会有那种凹凸起伏 这种这个糖纸 它的一个凹凸起伏的一个关系 现在是全网都在吹啥的作业 而且你们这个弹幕 我把画板移过来一点点 因为有一点点看不全 好 OK 今天的这个大白兔奶糖吗 欢迎0420这个名字怎么那么熟悉呢 这串数字 好 包括这边 这边我们大白兔的一个位置 你看这个位置 我们都要给它画上蓝色 好 注意一定要描细一点点 因为它本身 它的一个宽度就比较的窄 是吧 宽度就比较窄 那我们在画的时候就一定要细心 把笔销间一直要保持笔间 一直要保持笔间 我的建议就是你们可以比我画的大一点点 好 谢谢大家 包括下面 你看下面 下面其实它也是一个 要用白色探笔进行打底的是吧 你们怎么没人提醒我呢 这里忘记啦 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 好有快 好有快是啥意思啊 咋送小猩猩 你要给我送小猩猩吗 咋送小猩猩 屏住呼吸哈 尤其是画这种细节 所以说画细节 其实看上去会有一点点枯燥 所以说大家可以活动一下 去做一下其他的事情 因为画细节的话 确实会有一点点想睡觉哈 然后我就尽量画快一点点 想被送烤鸭 谁被送烤鸭了吗 洗个碗 好呀 把他眼睛画上 这是什么纸啊 这是灰鸭啊 这是灰鸭啊 可以拿出你的专业知识 来想 好 随时保持笔之间 你看我的笔 对不对 现在我的笔这种状态已经算是有一点点顿了哈 好 我再烧下笔 终极什么时候能过 欢迎哈 终极 终极啥啊 好 包括我们右边哈 右边的话 我就把这个画板稍微挪过来一点点 受伤了 对 是的楼的笔 也可以用霹雳码哈 也可以用霹雳码 只要看你画多大 如果有霹雳码的话 肯定 肯定霹雳码是 好 首选 如果你画大一点点 霹雳码是最好画超级实的 梁又来看你画超级实的 杨阳还不知道自己是二姨 欢迎小羊仔 我先把这个描出来 先把这些描出来 待会上色的时候 就会更加轻松一点点 因为线稿清晰嘛 就知道哪里该上色 哪里不该上色 就是你的边画边找它的一个形 喜欢12期的多肉可以啊 你像硬硬硬硬硬硬同学 你不就是13期 咱们13期的vip学员吗 感觉时间过得好快呀 12期感觉前段时间才开学不久 而且11期的基础班的毕业典礼也是 也是刚过不久 就感觉现在12期也马上要毕业了 因为12期现在已经上在风景了 后面就还有两个内容了 就画那个鸟 还有最后一节课的泰迪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慢慢的开始迎来了13期 13期的话 现在目前还在招生 然后开课的话是在4月份 是在4月份 所以说时间过得很快 过年回来的话是大概13期 12期就要上完课了 就最后还有5节了 接下来就要迎来我们的13期 很紧张啊 紧张你紧张啥 你紧张什么 紧张啥 是不是太激动了 你是不是太激动了 我有舍不得你们呢 就每一期都舍不得啊 每一期的毕业典礼感觉都要都想哭 当然有舍不得呀 因为因为肯定是自己带了那么久的学生 对吧 突然要毕业了 然后要马上开始下一期了 你们毕了业之后要学习另外一个课程了 就觉得为你们高兴好 发展成大家族 谁不爱你了 你和阿姨呀 好 那些凹下去的地方呢 我们就可以再次加深一点点 让它凹下去的地方更加强烈一些 就像跟我们的那些纸 纸一样 它会有那种褶子感 对不对 褶皱的感觉 所以说凹下去的地方 它受光会弱一点 确硬 我可能是眼睛进豆齿了 眼睛 最近眼睛真的是越来越不好使了 对不起 对不起 确硬 原谅我吧 好不好 哎呀 说了半天 我还以为你们在纠结啥呢 纠结那 确硬 终于反应过来了 没有吧 就是我记得 我记得有一次 有 有 有事叫 叫反过 但是后面 后面我 我有啊 我有 我有叫正确过呀 休息 休息 别累着 没 没关系哈 因为不累 不累的 因为休息的话 肯定要耽误你们的时间 不想耽误你们的时间哈 因为要早点休息呀 对不对 好 画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用 用到刚刚我们的 玫瑰红 进行给它过渡一下颜色 让这个颜色 更加倾向于 这个奶糖的颜色 让它放强迫症啊 对 我不喝水 不用喝水哈 不用喝水 好 你看 过渡一下 整体用这个 玫瑰红 给它过渡一下 让它的颜色 更加倾向 更加接近 我们的圆兔的颜色 四水游年 你不要擦穿我 好不好 不要拆穿我 我不要面子呀 我是不要面子 好 给它过渡一下哈 就整体 整体给它过渡一下 就我们刚刚用蓝色 过渡完的地方 现在用玫瑰红 继续给它过渡 一步小心说了实话 好 这上面的一些 因为褶子出现的一些高光反光 我们后面可以用高光笔去点缀哈 所以说现在不用着急 不着急 不着急 稳住 去拿杯子一分钟 我不想吃 我想争取这一分钟 教你们画画 我觉得这一分钟 留给你们要宝贵一点 你们到底是来听课的 还是来 还是来 拆穿我的小秘密的 好 都可以用玫瑰红 给它过渡一下 一下戏啊 好 过渡一下 因为是画细节 所以说我握笔就会靠下一些 靠下一些的话 就会有一点点可能 大家看的不是很方便 我就尽量测一点点 尽量测一点点 波波老师恨死他了 恨死谁了 为啥 哦 是不是又又又说我 用完了公司的那个一次性纸杯 完了这下谁都知道了 这下 这是公开课 要给我留点面子 能不能给我留一点面子 你们 你们这群坏人 欢迎后面进来的同学 好 希望大家在画这一步的时候 一定一定要保持耐心 因为这一步非常的关键 如果说画这一步这种细节 这种边缘没有抠的很细的话 它就会影响你的一个写实的效果 这个的话是没有太大的一个技术含量 就是围着我们刚刚 就是绕着我们刚刚蓝色叠过的地方 继续给它再加一遍颜色 局长是谁呀 局长是谁呀 对面子里面的观看 说对面子 嗯嗯 想起了一次性杯子 一次性杯子咋了 咦 为什么用粉色用的是玫瑰红 用的是玫瑰红 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解释过了 我在再因为因为有同学问到 我就再说一遍 因为我们市的楼里面24色有深蓝 普蓝和孤蓝是吧 如果说我们单纯的用普蓝 或者孤蓝画出来的颜色会偏蓝一些 那素材图的颜色呢 它会偏紫一点点 你像对比一下素材图的颜色 它会偏紫一点点 所以说我们就可以用到偏紫 偏紫一点点的玫瑰红 去给它过渡一下 你看过渡一下 让它就更加接近我们素材图的一个颜色 是吧 你看更加接近素材图的一个颜色 如果说偏紫一点点 再加这个紫色的话呢 你们可以发现 它的颜色本来已经很重了 如果再加紫色的话 那颜色加上去就会更重 就会更重 所以说我们可以选择偏紫色倾向的这个玫瑰红 去给它过渡 颜色会亮一点点 知道吧 注意天拆一个 实际上我们现在的一个步骤就是在调色 就是在调色 我们彩迁跟水彩它们是不一样的 彩迁就是直接在这个画面上进行调色 那水彩跟油画它们的一些画种 就是直接在调色盘里面进行调色 万能的士德楼 士德士德楼啥都能画 彩迁都能画 只能说有适合或者说不适合 这一说 一米七 好的 不客气 好的 那我们就让云朵 云朵老师给我们拍个照吧 好不好 给你们拍个照 到时候会给你们写一个文章 就是过程图的一个文章 保存一下我们的作画过程图 然后给你们写个文章 好吧 云朵 给 把这个撕下来吧 coco你群还不够多吗 99元6节课老学员免费 是的 这个是我在课前就已经带给大家的一个福利了 太多了 有点晕 谁来拉我一把 我们因为 因为毕竟上公开课吧 你们懂的 我要肯定要 要在线 在线营业一下下 虽然说这个广告可能插入的会有一点点声音 因为我们这个是基础吧 那我就稍微正经一点点 好 就稍微正经一点点 对我要营业了好 给你们看一下 因为刚刚有提到说我们 我们时间过得很快嘛 现在12期的马上就要节课了 12期现在已经上在风景那一节课了 后面还会有 还会有小鸟 还会有太迪狗狗那个完整的画面 所以说还有两节课了 时间还是过得比较快的 那目前呢 我们采迁这一块在优化来讲是属于非常 数据一个门面担当了哈 就是开的咱们优化就是有采迁起起来的 是做起来的 所以说采迁在咱们优化这一块算是非常的扎实了 那我在这里呢 我们采迁这一块呢 现在也是上在了第13期 上在了第13期 那这个就是我们13期啊 前面已经有了十几期的一个丰富的经验 当然也有很多我们现在老学员 老学员是上过 都是我基础班的一些学员哈 12期基础班的抄写时是汉堡包吗 是的呀 是的呀 是那个乐狗啊 那乐狗那汉堡包 你们想看一下吗 想不想看一下 看一下我们的 嗯 12期学院画的那个画的画的汉堡 有图吗 有的呀 到时候打卡的时候 微信公众号打卡的时候会有 会有那个素材图 对13期好漂亮 确硬13期我们说话这个狗 我觉得你很聪明 我觉得你很聪明 为什么说你很聪明呢 因为当时 当时选这个素材图的时候 这个动物哈 那个时候就非常我们老师 我们老师就纠结的 就很纠结说这个到底是狗还是狐狸啊 因为看上去又像狐狸又像狗 又像狐狸又像狗 当时我们就很纠结 后面就用那个百度石图 石图了一下发现 它是它其实是一只牧羊犬 它其实是一只牧羊犬 是一只狗它的名字叫喜乐蒂 非常的好看哈 这个就是我们13期 13期接下来会画的那个最后一节课的动物 对就是狗 那时候就纠结是狐狸还是狗 可能是狐狸跟狗的那个杂交吧 对它的名字叫喜乐蒂 然后呢我们13期最后一节课画的那个内容 就是这个狗哈 这个狗狗会画到风情万种 好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13期的海报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我就简单的自我介绍 不是自我介绍 简单的说一下 是狗 狗 我现在要纠正一下哈 对 然后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嗯这个的话呢是咱们初级班哈 包括我今天晚上上的这个超写时 也是在我们初级班 中级班的第一节课 中级班的第一节课 那我就稍微营业一下下哈 呵呵 好 呃那这个的话呢是一个零基础 采迁路门的一个课程 主要就是针对我们平时喜欢画画 但是又没有接触过画画的一些学员 都可以哈 都可以 这个门槛是非常低的 只要你喜欢画画都可以来 不管你是小 不管你是宝妈也好呀 或者说上班族也好呀 或者说退休 退休的大姐姐也好呀 对不对 或者说一些其他的 其他职业人员哈 都是可以来学我们这个零基础的一个 采迁路门是没有门槛的 只要你喜欢画画 然后呢这个的话 我们整个课程会有一个将近三个月的 三个月的学习时间会有三个阶段 总共会有二十节课 从第一节课零基础的一个采迁路门 零基础从启蒙到基础 因为我们很多同学 呃平时可能不是画画专业的嘛 但是可能从小就对于这种画画来讲就非常的喜欢 但是就迫于可能没有没有什么机会 或者一些其他的原因就导致自己错过了这个最佳的学画画的时机 其实现在我们真 其实现在我们针对喜欢学画画的人来讲 这就是一个最好的时机哈 就是综艺科是最好的时机就是现在 然后呢我们不管是你有没有基础 或者是零基础 或者说完全完全是没有接触过画画的零基础小白 都是可以学 那我们都是从第一节课启蒙到基础哈 都会从大家从第一节课带大家去了解到采迁的一些零基础的一些内容 非常非常零基础就关于色彩的三面色呀 调色呀色环呀色卡呀是吧 就认识我们最基本的红黄蓝三个颜色 教大家怎么样去调色 包括24色或者说其他更多颜色的一些色环呀 了解色环的一个组成 没有水果串吧 我争取不给你们找水果串了好吧 好不好 第二节课呢我们主要 第一节课主要就是以一个零基础入门的PPT 我们就进行一个授课 那第二节课呢我们就可以去马上好 就可以去画画了 感受画面的一些平面构成啊 像同类色叠色呀或者说画画最基础 画采迁最基础的一些平铺呀 渐变等运笔技法 因为这一些哈平铺运变为什么会被安排在前面呢 因为这个技法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只要你画采迁 它绝对会涉及到平铺和渐变的一些技法哈 所以说我们前面的这一些内容都是在给我们后面进行打一个基础 好后面第三节课呢我就是和我们就可以学到一个画面就像美图秀秀的一样 手动的一个美颜小妙招 手动的美颜小妙招就像美图秀秀一样哈 里面拍照平时拍过照的同学就知道画那个拿一个滤镜是吧 就可以把自己拍的非常的好看就可以达到一个磨皮的效果 那这里第三节课呢我们学的一个技法就是相当于美图秀秀那个磨皮的一个效果哈 就平时你们在画的时候可能很多同学的画面出现那个叠色比较粗糙啊 对不对叠色比较粗糙啊 排线不够细腻啊 整个画面看上去效果就没有那么完美 那这个时候哈第三节课就会给大家重点的去解决排线不够粗糙的这个问题 我们就可以手动的去美颜呀去去造点呀 让你的画面更加的细腻一些 嵌作业已经明到13期了哈 到时候咱们优化的老师也是一起去督促你哈 瞎等我哈哈好那第四节课呢我们就会学到三大面五大调子 因为因为我们是画彩迁嘛 彩迁更加偏向于写实跟超写实 所以说你必须把你的一个物体的体积感做出来对不对 那物体的体积感就是涉及到我们的三大面和五大调子啦 三大面五大调子在我们素描上是重点有讲到的 但是我们彩迁也是可以讲到 因为很多同学刚接触彩迁的时候就会问我 老师呀我没有学过素描 我没有学过画画 我能不能学彩迁 其实这些都是可以的哈 版会课从什么时候开始 版会的话应该是在明年 在明年目前的话是有打算的 目前有打算 已经纳入我们幼化的一个计划课程里面了哈 稍等一下 今年 好那我们就会学到这个三大面五大调子 即使是你没有学过素描基础 即使你没有学过画画 我们都会从最基础的开始教 就是我们第四节课三大面和五大调子 主要就是 会解决你的画出来的物体 没有体积感或者说体积感不强的一个问题 第五节课呢我们就会了解到色相 色相极度对比的一个归宿就是纯度和互补色叠色的一个运用 那互补色呢 它的一个这节课的重点就是感受互补色叠在一起的一个神奇的变化 互补色叠在一起就是会让颜色变暗变重 然后呢它就是运用在我们暗部的暗部里面哈 它可以让你的颜色快速的种下去 像平时很多同学可能没有专业学习过 所以说不会用颜色 不敢用颜色 那这个时候呢你学了这节课之后就会发现 哎原来互补色它是非常有神奇的一个效果 然后我们叠出来的颜色也能够快速的种下去 重点解决你的一个不敢叠色 暗部种不下去的一个一个缺点哈 就我们可以学一下这一节课就可以把你的一个画面感 画面的体积感给做出来 今天不睡觉要出奖 后面后面就是我们的一个圆的视觉规律现象哈 这个圆的话呢是我们可以算是我们初级半稍微最难的一个点 那最难的一个点呢 所以说每次在课堂上都会手把手的教大家怎么样去切圆呀 怎么样切正确圆 怎么样去切透视圆 了解透视圆的一个上下规律 那这个有什么作用呢 就是你们以后在画带有透视圆的一些物体的时候 比如说罐子呀玻璃杯呀是吧 这些都是涉及到圆的透视 那我们这节课就会重点了解到圆的一个透视规律 到时候你们在起形的时候就会起的更加精准一点点 第七节课就是我们的一个刚刚给大家介绍的哈 上节课介绍有刚刚介绍的灰色卡纸跟白色探比的一个使用方法 那如果是VIP系统课程的话肯定会讲的更加详细一些哈 虽然说刚刚已经讲的有一点详细了 那我们VIP课上肯定会讲的更详细哈 好 完整画面色彩的一个搭配的运用 就是有色卡纸的一个运用 因为我刚刚说了一个非常成熟的画家 他不光是可以用彩纤去画 他不光是只用彩纤去画 他也是可以用到其他的一些工具材料去进行绘画 去达到各种各样的一个综合综合的一些效果 好 前面前面这个阶段呢 我们主要就是用来打基础对不对 为了前面的一些非常基础的一些技法 还有内容去为后面的这两个阶段奠定一个基础 那第二阶段呢 我们就可以从基础慢慢的去进步了 去到我们的进阶阶段 进阶阶段就会学到我们的一个超写实技法 就是今天晚上的这个超写实技法 还有我们光感的一个表现 包括风景 波波说少爷的皮肤超好 你咋知道呢 这个的话超写实 你像超写实啊 还有光感啊 还有风景啊 这些题材的内容都是非常的丰富 再到后面好 学完之后呢 我们再到后面 他就会从一个进屋里 转到一个动物类 从进阶到精进 因为前面我们主要就是画一些初级班的 好呀 看一下冰冰的汉堡 好 马上给你们看 好 你像 你像我们这个阶段 第三阶段就是学到我们动物类 就是从进阶到精进 是吧 从进阶到精进 好 这一部分呢 我们就可以学到我们动物的一些毛发的表现 很多同学可能来我们基础班 最终的一个目的就是想要画自己的宠物呀 或者说想要画自己喜欢的风景呀 是吧 就可以 到来到我们基础班 这些都会有涉及到 像我和蒙虫喜乐地 就是我们刚刚那个封面 封面的这个素材图哈 封不 这不是素材图 这是画出来作品图 好 就可以学到这幅狗狗的一个作品 那整个流程下来呢 将近三个月的一个时间 有二十节课 从最基础的到稍微难一点点的三个阶段 一点一点的去带领大家去进步哈 所以说我们不要担心从三个月能不能完全学会 那接下来呢 就有同学要提到说 看一下我们十二期 十二期冰飞语续同学的那个热狗哈 就给你们看一下 因为你们有 有说到吧 就给你们看一下哈 稍等一下 我要打开我的QQ 给我一分钟的时间 看一下 好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 看一下 稍等一下哈 我先找一下 冰飞语续是吧 哈哈 看一下他的一个作业 好 这是我们一般同学的作业 因为冰飞语续在一般嘛 我们就来看看 好 现在我们现在大概的浏览一下哈 大概浏览一下咱们一般 像每天 今天一般是我点评作业 你看这个是寻找楼兰的 还有他的一些汉堡 那我们就看一下吧 准备好眼睛 准备好眼睛 好 那我们就看一下吧 好 先看一下冰飞语续的 好 冰飞语续呢 在这儿 这是我们的小冰冰 心跳加速了 不要紧张 不要紧张 画的还不错呀 好 给你们看一下他的一个作品 好 他的一个作业 OK 你们想要看哪个 看哪个呀 看哪个 我们先从 看一下他前面的一些作品吧 先看一下他前面的一些作品 好 看一下他前面的一些作品 大概的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苹果吧 紧张我天哪 不要紧张 看苹果 给你们看啊 这个是我们目前正在上课的 并非已序同学画的这个苹果 他就是他系统学习之前画的一个苹果 现在12期还没有节课 还没有进行节课 就上了一半一半多一点点课程左右 你们可以看一下他之前哈 这个是刚开始点评的一个作业 因为我们我们有同学提前进班嘛 我们老师都会在课前就给大家进行一次作业点评 好 这个是他课前哈 课前交的一个作业 这个是他的一个 你们都说是黑历史 这个是他之前画的一个苹果 我们再来看一下后面 后面他画的一些作业 再来看一下他 你看这是我们的第一节课 系统学习之后的第一节课的一个神奇的变化 有没有感觉 这个是他第一节课 第一节课 你们有没有发现进步很大了 为什么进步呢 一个就是因为我在看的时候 可能两个两个作业的一些 包括形呀 还有颜色方面呀 还有叠色方面 有没有感觉进步会非常的大 这是他第一节课 第一节课 你们有你们想象一下他学完之后 有多么多么优秀 好 你看明显第一节课画完 比之前画的效果要细腻好很多是吧 包括在色感方面也也很也也很有进步 进步也很大 之前就是画出来 画出来那个苹果 质感就叠色可能会稍微粗糙一点点 那这个质感 这个叠色呢 就会稍微细腻一些 包括颜色方面运用的也很好 再来看一下啊 就你们最感兴趣的一个热狗 看一下他热狗 看一下下 他的热狗 那就是这个呀 这个就是他最近好 最近我们刚上完课的一个热狗 看一下 咋样呢 咋样 咋样 你们觉得优秀吗 优秀的话可以敲个六 然后鼓励一下我们的冰冰同学 这是我们的热狗作业 是一幅超写实 好吃 你们敲个六吗 敲个六鼓励一下他 这是我们的一个超写实画的一个热狗 再来看一下其他的 因为因为我们平时倡导的是大家完成积极完成课堂作业之之外 如果你说你还有时间的话可以完成一下课外作业 那他现在刻画课外作业你看就开始画这种长期作业了 这种长期作业 那就相当于感觉要憋了一样 因为因为每一次我们平时在上课的时候画的最多的就是一些单体的课外作业对吧 然后呢他就是在在还没有上完课之前就开始练习这种长期的完整的一个作业了 但是现在目前这幅画还在画还没画完 然后还没画完的话你们可以看到他其实效果已经出来了 效果已经出来了 如果说画完完整画面的话肯定肯定效果会非常的棒 所以这个还这个作业还没有画完哈 包括我们宾飞宇旭同学还没有上完课 然后我们看一下其他的作业 像都都非常好看 这个风景的话也是他的一张课外 你看这个风景是他的一张课外 大量的课外练习肯定会进步很大哈 肯定会有很大的一个进步 包括你们看一下他的一个蝴蝶结 他蝴蝶结画了两次你们发现没有 我们先看一下他之前画的那幅蝴蝶结 就是在正式上课之前画的你们可以看一下 你们可以看一下他正式正式上课之前画的 我先把它定定出来哈 定一下 给你们结个图对比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个效果是不是很大 好看一下他之后学完之后画的画的蝴蝶结 你看看一下对比一下哈 对比是不是特别明显 你们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 那对不对 你们看一下这个对比啊 首先他他在第二次画的时候进步会有哪一些呢 首先就是说这些暗部你们看一下蝴蝶结这些暗部 上面是他第一次画的 下面是他后面学完学 学了一半画的哈 上面这个就是暗部卡的非常的重是吧 就到那时候可能互补色掌握的还没有那么好 所以说卡的就很重 然后包括这一些暗部呀 包括蝶色呀 包括颜色上面 后面画的这一张都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进步是吧 都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进步 你们看一下这个珍珠 看一下这个珍珠 看一下这个投影两个对比一下是不是进步非常大 这就是我们呃 跟着公开课自学和跟着VIP课 跟着系统课程学了之后的一个进步对比图 是不是非常的厉害 有没有 有的话敲一个4 看一下好 是不是进步非常非常的大 上面的投影呀 珍珠呀 明显就画的很很粗糙 是不是 那下面明显画出来的效果就会很细腻 所以说咱们并非语系同学进步还是非常大的 还是非常大的 好 这个是咱们 所以说我们作业指导呀 或者说系统学习啊 这个就是我们最直接的一个最直接的一个效果 好 我先把它关了 所以所以的话呢 呃 所以我想说的是啥 我想说的是咱们真的是如果说你想感兴趣的话 想要快速的提升你的一个采迁的采迁的 采迁的采迁的继彩的绘画基础的话呢 就可以稍微考虑一下哈 就可以考虑一下咱们的一个优化的零基础采迁入门 哈哈 零基础采迁入门的一个课程哈 就再给你们看一下下 呃 13期的话开课是在4月份 4月份 所以说现在我们目前还在招生期间 如果说感兴趣的同学就可以呃 联系一下咱们的助理老师 助理老师再给你们看两眼哈 就瞧咪咪的给你们看两眼 助理老师的一个联系方式你们需要的话可以截下图 然后关于我们这这个基础版的一个课程 想要咨询的话呢 就可以添加一下我们的助理老师的一个联系方式 那可以截个图哈 就是唐唐老师截个图还有13老师都可以截一个哈 他们俩都非常的专业 然后非常的热情的去帮助大家解决回答解答这个关于课程的一些问题 包括一些其他的其他的其他方面 如果说你们想要咨询的话也是可以 联系到我们这两位助理老师 好不好那我们就继续画画吧 想画的和冰冰流年一样好吗可以啊可以啊 那俠你就是画的太少了知道吧 俠你要你要多画一点 好哦对还有一个就是我刚刚刚刚给你们提到的说这个 这个人像的迷你课程哈 之前说过如果说老学员的话 我们是可以免费学的 所以说如果你 如果你有有这个想法去参与我们基础的一个采迁课程的话 那就相当于你就是我们优化的老学员了 是吧 如果你如果你把这个课程 把这个系统的课程采迁课程 有有想法去学习的话 那就相当于是我们优化的老学员了 老学员的话是不是就相当于赠送了一个这个采迁 采迁迷你课程是吧 老学员的话是免费学 所以说我们如果感兴趣的同学完全是可以的 这一次的一个优惠活动是比较大的 如果你相当于报这个采迁基础这一门课 咱们优化就可以学两门课 学这两门这两门同时学 所以说相当于报一门送一门 是吧 好 所以说这这个要前面要提醒 要要给大家一点点小小的一个提醒 学了这个学那个是的 就相当于报一门学两门 对这是针对于我们老老学员的哈 就新的一年嘛 就感恩回馈是吧 好那我们就继续画吧 继续画 欢迎后面进来的同学 好继续画的时候呢 就慢慢的我从这往从这开始画吧 因为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个原著的明暗关系 好原著的明暗关系它是怎么样的呢 它是不是会这样子的一个角度 好它的一个体积感 其实就相当于一个原著一样 它是鼓起来的对不对 它是鼓起来的 关系明暗关系 光源从上面来的话 那下面是不是 对老学员的话是免费学 可以啊可以联系一下 刚刚给大家展示的那个助理老师哈 就可以联系一下 相当于就是报一门学两门 哈哈 好 好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 如果说它当当它是一个原著的时候 它的明暗关系是怎么样的 好光源从上面来 那它一个暗面肯定在右下方 对不对 从左上方 那它的暗面肯定在右下方 好 在这一块 好 这里是它的一个暗部 好 因为它是鼓起来的 所以说慢慢的慢慢的往灰面 好 往亮面过渡 应该慢慢的 所以说这个就是它的一个明暗关系 包括这边 左边缘 它其实也是一个钻下去的一个面 它这里也是一个小灰面 所以说咱们的一个明暗关系 就是最亮的地方 其实是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最亮 是吧 好 慢慢的往下呢 它就受光会慢慢弱一点 好 到了我们的灰部 再到我们的一个暗部 所以说暗部我们一定要种下去 目前来讲 我们画完这个马克笔之后 是没有塑造明暗关系的 所以说我们接下来呢 要把它的一个暗部进行加重 加重的话 我这里就选用一个大红色 待会还会用到红棕 把它的一个颜色种下去 好 进行给它加重 还没有画完 木有那么快 好 慢慢的由深到浅的往上渐变 由深到浅的往上渐变 一定要渐变自然 因为它是一个圆柱 圆柱的话 它的面是非常流畅 非常平滑的一个曲面 曲面的话 它通过受光 它的明暗关系 就是由渐变去表现的 它不像我们平时画的正方形 对不对 不像我们平时画的正方形 立方体 那一些块面感比较分明的 所以说我们明暗关系 就是根据那些块面结构去变化 那圆柱之类的 就是根据我们的一个 一个非常圆滑的曲线去变化 形成一个渐变的一个效果 好慢慢的 慢慢的 往上渐变 不是可以看录播吗 为啥要重爆 对啊 我们13期的小可爱不是可以 12期的小可爱不是可以免费的 跟我们13期的录播 那个直播吗 可以免费重修 好 继续加强 你像现在是不是就会有一点点明暗对比了 靠下暗一点点 靠上要靠上要亮一点点 所以我们接下来呢 还要给大家讲到带到三大面 刚刚给大家带到的是三大面 这个是暗部对不对 好 这个是灰部 好 这个是亮部 好 这个是亮部 那我们除了三大面之后 还会有五大调子 五大调子主要是什么 五大调子就是一线一影 一面两光 给你们总结一下 一线一影 一面两光 好 一线是什么呢 一线就是明暗交接线 那这里会有一条明暗交接线 就是衔接灰部和暗部的一条明暗交接线 它的颜色是整个画面当中最深的 最深的 好 一线一影 一影是什么 一影就是我们的投影 是吧 投影 投影 光源在左边的话 投影 投影通常在光源的反方线 就在右边 好 一面两光 面就是指灰面 两光是什么 两光就是如果说比较光滑的物体 它受到光源照射的时候 它就会呈现一个非常亮的一个高光 一个高光 就非常高光 根据你的一个表面的质感的光滑程度去表现 非常光滑的 非常光滑的地方 它就是一个光源的聚焦点 它就会呈现一个非常亮的 接近一白色的一个高光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暗部还会有反光 反光是怎么来的 反光就是说光源 光源打在一个桌面上之后 打在桌面上 好 桌面它会吸收一部分的光源 对不对 吸收一部分的光源到桌面 好 还有一部分光源呢 它就会反射出去 反射到我们物体的暗部 那有光源 物体的暗部一旦受光 它这里就会形成一个反光 反光的颜色会比暗部稍微 浅一点点 稍微浅一点点 这就是我们的三大面 五大调子 因为时间有限 所以说只能给大家 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下 因为一幅图里面 它涵盖有很多很多个知识点 比如说平铺渐变呀 就我刚刚用海报 介绍给你们的一些技法 所以说因为时间的关系呢 我就大概的跟大家带过一下 如果说还不是特别清楚 明白的话呢 就可以考虑一下咱们的系统学习啦 系统学习的话 因为每一节课 都会有针对性的一些重点 所以说讲解的肯定会更加详细一些 好 现在就是慢慢的去加重 它的一个暗部和敏暗交界线 少爷的黑历史 黑历史已经被扒了多少次了 现在就是加重它的一个暗部 如果说你用红棕颜色 颜色还是重的不是特别下去的话 就可以换一个灰色或者棕色哈 或者棕色或者灰色都是可以的 我的灰色呢 找到了 好可以加一点点的灰色 让它颜色种下去 像这个明暗交接线的地方好 一定要轻轻的 因为加重了的话 深色它盖在浅色上容易显脏 所以一定要非常微妙 好轻轻的 宁愿多叠这边颜色 也不要一次性加重 好慢慢的往下过渡 这个是它的一个 一个暗部 为什么我不画下面呢 因为下面我们刚刚说的 它会有反光是吧 反光的颜色会比暗部颜色 稍微的亮一点点 实力讲是目标 万一落选 尽不讲垫底 天涯是谁 天涯的话是我们12期的一个基础班的学员 画的也是非常好 基础就很好 你们经常关注 关注那个公众号的 就会有那个学员的 每一周都会有学员的作业打卡 然后基本上每一周都会有我们天涯小可爱的一个作业 基本上每一次都能上榜 好的 待会有时间的话 我就给你们翻一下好不好 好 你们看一下加重一下它的暗部 是不是 是不是明显这个面就会感觉有一点点往下凹了 是吧 包括我们这个反光的地方也可以继续给它过度一下下 因为反光它不能太亮 它纯度不能太高 因为我们刚开始用红色的马克笔画完之后 纯度跟饱和度明显太高了 是吧 就可以用灰色降低一下纯度 毕竟它这个地方是属于暗部的 所以说即使是反光 你的反光颜色也不能太亮 太亮的话呢 它就会 它就会和你的这个亮面地方 它就会形成一个 有一点点长了它的一个主次关系 所以说暗部 暗部的反光即使是要亮一点点 但是不能太亮 它只会比暗部稍微浅一点点 好 这些我们都是在VIP课上会讲到的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开始画它的一个兔子 好 兔子这一块 因为我们要把它当成一个整体 要把它当成一个整体 刚刚说了 它整个都是它的一个暗部 对不对 好 包括兔子靠下的地方 它这里也是一个暗部 看到没有 它这里也是一个暗部 所以说我们要继续继续的去给它叠色 好 因为是灰 因为是白色的物体 你用灰色去画的话 可能要非常的小心翼翼一点 小心翼翼一点 所以说你们可以发现我握笔比较靠后 看到没有 我握笔比较靠后 因为靠后的话 它力度就会稍微轻一点点 你靠前的话就很容易力度没有控制好 所以说靠后 靠后一点点这样子轻轻的去叠色 就可以画得非常的细腻 你看慢慢的也是由深到浅的往上渐变 因为它这里是往下转的一个结构 好 这里是一个暗部 这里是一个暗部 因为光源从从左上来 它这边的结构是慢慢的往下已经转下去了 好 一定要种下去 每一届都有皮了 是的 每一届总有那么几个学员非常的活跃 非常的活泼 好 包括我们这个白色的地方看到没有 白色的地方 它其实这里也是一个暗部 虽然它的结构也是慢慢的转下去了 所以说一定要把比效接 好 这里其实也是一个暗部 包括白色的地方 你看这个白色地方也是一个暗部 好 叠色再细腻一点点 咱们 说啥了 稍微吹一下 好包括这边的暗部 我们也要整体的过度给他加重 好由深到浅的往上渐变 好有一条明暗交界线 注意这个明暗交界线 不是说让你卡成一根线哈 明暗交界线 因为结构的原因 它也是形成一个渐变 所以说我会继续的多加重几遍 这个明暗交界线 让它的颜色种下去 好慢慢的往下过渡 好包括底部 底部它也是一个暗部 你看这个底部不要忘了哈 飞到天上去找大 去找大白兔吃 叠色一定要轻柔 用尽你毕生的一个温柔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它本身就是白色的物体 如果说你叠色不够细腻 不够轻柔的话 那白色物体画出来 它就会显得很脏 然后也会显得很粗糙 所以说一定要注意一下 加QQ吗你们 好慢慢的往上渐变自栏 好包括上面哈 上面我们刚开始说了 它也是一个往下转下去的一个面 所以说要轻轻的加强一下 它的一个往下转的灰面 提到它就会显得很粗糙 所以当轻轻的只可说的 它就会显得很粗糙 配上旁之下 就说您是处理的 会显得很并 subject 如果是五个东西 不客气 钰子 Grid 包括包括啥呢 包括我们旁边是不是会有一块这个红色的一个一块一块面积 所以说我们肯定白色的地方它会有一点点环境色 就比如说中间好 它会有我们的一个环境色 环境色的话呢 这个环境色是啥 环境色就是你周围有什么颜色 它可能就会影响你这个物体的一个颜色 就比如说给你们看一下 给你们看一下啥呢 我看一下能不能找到一个一个东西 好你们看一下白色的纸 我如果说放一个放一个蓝 放一个绿色的卷笔刀在这 你们看一下 看一下这一块颜色 看一下这一块颜色 是不是本身我没有旁边的颜色 没有旁边物体影响的时候 它是一个白色 那我如果说有物体旁边有物体影响的时候 有没有发现这一块 就这一块 靠近我们卷笔刀的这一块颜色 它就会非常神奇的出现一点点绿色 是不是这个就是我们环境色对物体的一个影响 所以说我们画画的时候一定要去考虑一下它的一个环境色呀 或者冷暖色呀或者固有色 所以我们这里呢需要加一点点的这个红色 给它过渡一下让它更加的整体能不能理解 好关于环境色跟冷暖色一些在我们第一节课就会给大家讲到哈 关于环境关于色彩的一个三要素就环境色冷暖色呀固有色呀都会讲到 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以后画画的时候需要去考虑到的一些因素 就不会说一拿到一张作品不会不知道用什么颜色去画是吧 不知道选择什么颜色去画 这就是我们应该考虑的一些因素哈 好靠下的地方反光我们就可以稍微浅一点点 高兴 小不浪播你高兴啥 小不浪播你高兴 比的一个状态 看一下 找一下我的霹雳码 白色的霹雳码 我刚刚拿进来了 我确定我拿进来了 稍等我一下下 好 找到了 霹雳码主要是用在哪 霹雳码主要就是用在我们 这个糖的 这个边边 因为近时远虚 所以说这个边边 它是往后转过去的 对不对 往后转过去的 那我们这个边边 它一定要进行一个虚化 一定要进行一个虚化 它才会有一个 转过去的一个效果 所以说这边边不能卡太重 你们画的时候要注意一下 就是这边不能卡太重 稍微轻轻过渡一下下 稍微轻轻过渡一下下 虚化一下 它这种转过去的一个效果 轻轻过渡一下 让它不要那么的突兀 包括黑色的部分 对不对 你们看一下圆图 它是不是落影落线的 这里会有一条反光 这里会有一条反光 然后可以去提亮一下 用白色进行提亮 好 黑色的地方我们还可以再次加重 因为我们上完 因为我们经常这个碳笔 它的一些粉末会进行飞 所以说它的一些粉末飞到这个马克笔上 它就会有一点点粉白粉白的效果 所以我们可以再次去进行给它叠色 那是不是 视觉感要长一点点 我可以再次进行给它叠色 好 点上它的一个高光 高光的话因为面积比较小 所以刚开始就没有进行流出来 那我们也可以用高光笔去代替好 你看这里是不是会有这种小细节 包括它的一个高光的部分 好 高光周围一定要往周围渐变一下 因为它也是鼓起来的 是吧 它这种渐变一下 鼓起来的效果会更好 VIP群聊得更专业 好 画上反光 等着 咱们 到 地 感谢观看 边缘可以稍微加强一下下 因为边缘是和投影衔接的 所以我们可以先加强一下下 让它先加强我们的体积 之后可以画上投影的时候再渐变 好的 会弄到我的画面上 好 这些细节的话 我建议大家把图片放大 把图片放大去慢慢的去抠 同样的 要把笔稍尖一点点 你没有把笔稍尖的话 那肯定画出来 它就没有那么细 轻轻的 打了 是的呀 小竹竹 是我们基础11期的小竹竹同学吗 是吧 是不是 对呀 它在我们 那个群里面的名字就叫小竹竹啊 虽然说它在 B站的这个 这个名字叫小竹子 然后它在群里面的名字 就叫小竹竹啊 看我还是 印象比较深刻的 虽然有时候可能 记那种无关紧要的事情 我可能比较健忘 但是 但是学员 毕竟是待了那么久的 所以我基本上都记得 好 这些细节一定要把图片放大 去慢慢的去抠 对呀 就11期的名字都是ABB式 你像 你像 丙兔兔啊 还有小猩猩呀 还有各种 还有 小晨晨呢 就非常可爱 我觉得每一期同学都是很可爱 都是一些很可爱的 古灵精怪的一些 一些学员哈 非常的活泼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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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互相加 这是你们的啥 网友聊天会 然后聊得还不错 可以进行学术方面的交流 来我们又话找到组织了是吧 就可以认识一群 志同道合的一些非常可爱的人 好 这些地方呢 我们就可以用红色 你看 这个地方 它会有红色的三条杠是吧 我们就可以用彩迁去画 刚开始的时候也是说用彩迁去画 因为用马克笔的话 毕竟细节太小 不好把控 所以说我们这种小面积的 就可以选择马克笔 用这个彩迁 用彩迁去画 因为彩迁它更细一些 画细节就好画一点 兔兔兔兔兔兔本来刚刚还在啊 把喷的 穷猫 都是比较有印象 好 突然就嗨了 嗨一点呀 要不然我一个人画有点无聊 我该讲的地方知识点还是会给你们讲 好慢慢的你看画到我们耳朵的地方 慢慢的到我们耳朵的地方就可以开始把这种凹凸不平的这种质感画出来 你看这里是不是 这里这个地方会有一个往下凹 往下凹 所以说我们可以轻轻的把这种往下凹的一个质感 你看稍微表现一下他这种就会有很强的体积 本来是平的是吧 没有塑造棉案关系的时候 他就是平的 你看加重一下下 他就会有往下凹的一个效果 抽奖又有得聊了 今天晚上确实有给大家准备抽奖 因为刚开始我就把这个抽奖的这个环节给暴露了 所以说我对大家也不要这个也也不隐瞒了 白色碳马克笔抽啥 今天睡笔老师给了我给了我一个就是他平时上课 平时捏的一个课件 不知道你们看过没 就是特别可爱的这一堆这一堆这种 给你们看一下吧 现在给你们看一下 就是他他让我去给你们看一下 然后呢 非常 然后然后我就我就我就给你们争取了一下 我说要不然你你让我送一个吧 然后睡笔老师也非常大方的说 你送啊 你送啊 然后就说给你们看一下 都被你们摸脏了 然后这四这里有四个 他还有其他的给你们看一下 这里有四个 看一下 他还有你看 左手一只手都抓不过来了 看快看 是不是特别可爱 这比老师的手可巧了 他最近在负责那个少儿采迁录制那一块 然后你们感兴趣的话就可以联系一下助理老师 还有还有还有几个 还有几个 你看三只手都抓不过来 对呀 你看是不是特别可爱 各种颜色 各种颜色的好 所以说 所以说我今天就是说给你们抽个奖 具体的话呢 我刚刚展示的这些 你们你们挑一个 如果中奖的同学可以挑一个 好不好 中奖的同学可以挑一个 具体的话还是要感谢我们的睡笔老师 睡笔老师把他心爱的这些小小公仔给贡献出来 让我送给你们好 那那怎么抽呢 我们就截图吧 因为因为还没画完就不耽误太多的这个时间了 好不好 既然你们有提到 当时候你们如果中奖的话就截图 就是把那个把你们的联系方式给我们班主任 如果是公开课的学员 就是联系一下咱们的助理老师 把你们的帮 把你们的弟子跟联系方式发送给他们 紫色的是尹哥想要的 可以呀 你看这个紫色的是不是特别可爱 那我们就截图 就截屏吧 好不好 你们把屏幕刷起来 我就随机喊停 最后最后一个吧 好不好 最后最后一个截图最后一个的同学 就获得我们这个碎皮老师捏的 捏的这个小公仔 具体的话你们可以任意选一个 到时候到时候再选 好吗 对刷起来 随便你们刷啥 然后我就截图 我数三二一停 最后一位同学 好不好 最后一位同学 如果没有 没有 没有抽到奖的同学 也不要着急 好 我后面还给你们准备了一个奖 三 二 我 以我这里为主 因为每个人那边的网络可能不一样 所以说以我这边为主 好 三 二 一 停 哎 这个没接到 这一半 好 其实一半我觉得也应该算 因为最后一个 它也是最后一个 因为一半 虽然说它只出来一半 因为毕竟它在我们屏幕的最后一个 是吧 然后呢 这位小可爱是谁 好 这位小可爱是谁 看一下 2171 尾号是 2171 是尾号2171吗 2171 看一下 好 我先把那个截图发给班主任 2171 是谁呀 是不是公开科学员 还是VIP科学员呢 2171 尾号是 2171 253524 222171 是谁呀 是谁 在的是公开科学员还是VIP科学员 如果是VIP科学员的话 可以可以联系一下咱们的班主任 如果是公开科学员 就可以联系一下咱们的助理老师 助理老师 没有路况 不着急 好 后面还会有一个奖品为了弥补大家 好不好 我们先把它画完 好 不耽误大家时间 我们就再次的进行画 哈哈 有机会的哈 有机会的 是公开课的吗 公开课联系一下咱们的科夫老师 好 继续画好 会不会还会有一个奖 因为刚刚就 刚刚就有提到说抽奖嘛 所以就先给大家抽一个奖吧 就活跃一下这个群 这个气氛 我也没有 好 继续画 一定要非常非常的轻柔 因为它的褶子感不是很强 好 估计是公开课的学员 你看一抽奖就全名出来了 就全部都出来了 本来是全部潜水的是吧 后面还有哈 不着急 准备了给你们准备了一个大礼物 答应冰冰的送不到了 对我们学员是非常的热心 今天的话呢 因为今天的话 咱们12期有喜洋洋同学 还有狗子同学都说 今天晚上来抽奖 然后抽到了的话送小冰冰 没关系啊 后面我们肯定公开课呀 一些还有微博上呀 一些公众平台 微信上呀 B站呀 都会有给大家不定时的抽奖 你们想要每次都会 每一个月哈 每个月都会给大家不定时的 那个安排抽奖活动 送一些话财之类的东西 花一些 送一些话财 然后你们如果想 想要参与的同学 可以关注一下咱们的一些公众平台 公开课学员呀 公开课学员就可以联系一下 咱们的助理老师哈 把你的地址跟联系方式发给他们 是谁 我看一下 你们是不是知道是谁了 是我公开课成员 恭喜哈 恭喜 因为以往就是平时 可能VIP课的学员 人数比较多 然后参与的 参与互动的比较积极 然后基本上每一次感觉 都是咱们VIP的学员中奖 然后今天好不容易咱们 公开课的同学中一次奖 非常的幸运 然后也是非常的欢迎你 刚好来到我们的 优化公开课的课堂 很有缘分 每次都是中奖 结缘体 可以联系我们的助理老师 助理老师的联系方式知道吗 2171 这位同学 这位幸运的同学 没中过奖不用着急啊 就是只要是你平时可以多关注一下 咱们优化的一些公众平台 每个月都会给大家不定时的送抽奖活动 抽多了自然会有 抽多了自然会有中的那一天 对于是公众平台 当然是要对小众平台 忽众平台 词工坚园的同学 member对小众平台 蓝色部分是用的马克笔吗 蓝色部分是用的是用的彩纤画哦 如果说你蓝色马克笔有更适合的颜色 跟圆图差不多的颜色 是可以用马克笔去画的 和和什么 好用白色用力的把噪点压一下 让它颜色更加细腻一些 好用的颜色 好用的颜色 它的耳朵和糖的部分衔接的地方 一定要加强一下它这样子一个结构 这种结构 哪部分用的马克笔就这个红色 红色黑色部分都是用的马克笔 其他地方都没有用马克笔 后面进来如果说前面没有听到的同学 可以关注一下优化教育的公众号 找到一找那个录播看好 找录播 优化或者优化教育的微信公众号 左下角会有一个林源学画 然后点击公开课录播就可以找到 没声音了吗 听到声音吗 听到声音的话敲一个一 能不能听到声音 不要吓我 好把这些暗部加强 一定要非常的轻柔 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白色的物体 如果你对它不温柔的话 它画出来的效果就会非常的粗糙 都是两面性的 你对它叠色的时候 其实你对它怎么样 它就对你怎么样 你对它有足够的耐心 足够的温柔 那它对你也是足够的温柔 这是一个相互关系 好 下面是连接衔接我们的投影的位置 可以轻轻的踩一下下它的轮廓 之后再往投影方面见编子栏 你好呀 小七就好久不见你了 轻轻的非常的轻柔 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该种的地方 其实这些暗部 它里面也会有深浅对比 它这些暗部也会有深浅对比 有些地方它褶子干 褶的好 褶的重的地方 它的一个暗部就会重一点点 越平缓 褶的没有那么重的地方 它的暗部就会越 稍微越浅一些 感谢观看 是不是少了一只眼睛 观察的好仔细呀 对呀 我也发现这个地方 你看是不是 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是叫眼睛吗 哈哈 他是叫眼睛吗 再用玫瑰红过渡一下 这个是眼睛吗 好我的笔不好意思啊 就是老是碰到这个线 所以画面就会有一点点抖 因为可能笔太长了 对 慢慢的磨 就是慢慢的磨 就是慢慢的磨 好 好 接下来呢 就可以用到白色的这个白色的湿的楼 这可以再加重一下下 用到白色的湿的楼去稍微给它压一下 让它更加细腻一点点 让它更加细腻一点点 那些皮的都被禁盐了 那些皮的都被禁盐了 谁被禁盐了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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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你和少爷被禁言了 为啥 我说怎么怎么都没看到你们说话了 为啥被禁言了呢 是不是 涉及到你们交易 交易QQ 刷屏 刷多了还会禁言 不是吧 太过分了是吧 手速太快了 说的话太多了 然后一被 一被缝解 两个人立马又在这刷了 好 非常细腻的去画他的投影 我说突然不见了 好 哈哈 然后抽奖的时候又被禁言 是确议你也被禁言了吗 好投影的地方一定要细致一点 烧一下笔 为什么你们都禁言了 我第一次第一次上公开课 发现你们被禁言耶 话多都自动屏蔽了 Coco你也是吗 现在B站这么强大了吗 刷屏它会自动被屏蔽了 我没有 我没有 幸亏竞严的时候 不是抽奖的时候是吧 谢谢大家 打不出字来了 倒数的时候就打不出 那太惨了 就倒数的时候打不出字来了 所以说刚刚 所以刚刚你们是没有参与到吗 太惨了哈 没关系 我们刚刚说了 后面还会有 怪我墨姐 那我下次是不是要突然来个321停 刚刚抽啥 刚刚抽了一个睡皮老师的那个小玩偶啊 就是公仔 太可怜了 刚刚抽啥都不知道 好 投影要由深到浅的往外见边自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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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说停没有321 那不行那不行 这样就破坏了规则 因为说了要数321 然后停 看一下最后一位是谁 就是我们中奖的一位小可爱 下次我要说 我要数321 就开始暂停 321停 结果抽完了 你们还留你们在风中 自我凌乱 风中凌乱的呢 要不脑筋挤转弯吧 脑筋挤转弯吧 好吧 我考虑一下 好 万能的手指可以稍微蹭一下下 它就会更加细腻一些 你看 稍微蹭一下下 它就会有这种投影虚虚的一个感觉 所以它会细腻很多 没脑筋 素素智商不在线 好投影一定要尽量往 往外面见面自然稍微蹭一下 你看投影是不是特别神气的 它就虚过去了 用祖传的手指 过年了 接大欢喜 过接大欢喜来一份 对 我接下来要抽的礼物 就是考虑到要过年了 不会是红包吧 红包多没意思呀 是吧 谈钱商感情 给你们画个红包是吧 画个红包 你们要吗 弹琴多伤感情呀 谈感情商前 是的 好 再加一点点环境色 因为上面会有我们刚刚说了 会有这个红色地方 红色部分它的一个投影 是吧 它会有一点点环境色 所以说我们要加一点点红色 让这个投影和这个物体 衔接的更加自然一些 就有一个联系性 要不然投影的颜色太单调 就一个灰色 感觉跟这个物体 它没有多大的联系 所以说一定要记住 它的一个环境色 轻轻地给它过渡一下 你有没有关系那会 这样 现在 Anh 对 往外见面自安 同样的我们可以用手指或者说纸巾 纸巾也是一个很好用的方法 你看轻轻的抹一下 它是效果就很明显 就很明显很细腻 细腻要很多 进群 进啥群呀 是进那个人上班吗 是进去的 我说是 我说是 一路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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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所谓的随便吧是谁呀 你是哪位小可爱 无所谓了不是开所谓 无所谓了随便吧你是哪位小可爱呀 是狗子吗 眼睛不好了 是公开课学员呀 欢迎欢迎 是吗 欢迎白家的小可爱大小姐呀 是吗 啥逆卷 好 因为我这边有这个画架的这个挡板挡着 好 我就稍微挪动一下下 稍微挪动一下下 因为有画板挡着 放笔的地方 那有画板挡着 就稍微有一点点 不好排线 我就稍微往上挪一点点 待会抽这张大白兔吗 想要珍糖 就稍微放下 好的 好 同样的也是用这个手指 或者说我们的纸巾 因为手指上它会有一点点余汗 对不对 有一点点余汗的话 你稍微一蹭 它这个投影就会更加的自然一些 看到没有 非常的虚化 也非常好用 明天作业蹭蹭蹭往上涨 都画这个大白兔 我们基础班的学员 基础班学员 你们就可以画这个大白兔呀 就把这个画这个大白兔 给你们算课外 给你们算课外 所以也是有分数加的 稍微蹭一下下 稍微蹭一下下 好 同样的呢 它的投影也要加上一点点环金色 就是蓝色稍微过渡一下下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又是巧了 好投影都可以 加上一点点蓝色 加上投影这个蓝色 我们就差不多画完了 我不吞口水 因为我现在兜里就有这个 就有这个糖 现在兜里面就有这个糖 再吞口水 不过确实有一点点渴了 下课之后 下课之后喝口水 好 这个地方我发现有点亮了 一定要进行过度 因为是暗部 所以说不能太亮 尤其是边缘结构 和投影衔接的地方 不能留成一条前边 不能留一条前边 我知道你们说水是吧 谢谢大家 对不起 感谢观看 好 你们看一下有没有其他问题 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这个就差不多画完了 然后现在刚好十点 放大 有一点点糊给你们调个聚焦 对 用的是灰色的卡纸 美少女 你们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别的问题 然后我们这节课 明天不是要上课吗 对 明天的话 明天的话我们是有12期的基础班的提前上风景课 然后明天晚上也有东兴老师的国画课 如果说对国画有兴趣的同学 也可以来学国画 那我这课大牌兔就画完了 就已经画完了 然后呢也是大家现在十点多辛苦了 就一直陪着我一起上课 我也要进是进那个人像群吗 可以呀就转发一下海报嘛 因为老学员本身就是免费进群的 免费进群听六节的人像VIP兴趣 最后白色整个磨吗 最后的话我刚刚是用的这个士德楼的白色 可以用可以用它去那个噪点 可以整个磨可以整个磨一遍 是完全没有问题 就白色的地方 因为白色物体你画完灰色之后 它肯定会有一点点小粗糙是吧 你就可以用白色你看整体磨一下 那就更加细腻一些知道吧 更加细腻一些 都可以用白色磨一下 但是这里面的这种黑色呀或者红色呀 你就可以不磨哈 就磨那个白色部分 就磨白色部分 讲一颗大白兔 看给你们看一下 我的大白兔都在兜里呢 都在兜里踹着呢 好因为我们是这节课是年前 年前我上的一节公开课 就年前上的最后一节公开课 虽然说明天还有其他老师的公开课 所以的话呢也是好久没有给大家上这个课了 也非常想念大家 我最后呢就是 就是说因为我们这节课 这节课画的这个大白兔 所以的话呢 对对对 就是给你们送这个大白兔的糖 因为最近也是过年嘛 年货是吧 就年货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准备 然后呢就是自掏腰包哈 自掏腰包 我去淘宝上看一下 看一下那个 给你们看 给你们看这个大白兔的奶糖 然后好像它有一款 有一款是那种大颗的 大颗粒的 它里面会有 它里面 它里面会有 会有那种 就是很大 很大一颗 你要把大白兔送走 不送走 就大白兔咋送走嘛 然后呢我就会在淘宝上看一下 搜一下大白兔奶糖 大白兔奶糖 给你们搜一下看一下 我用手机搜 稍等我一下 对呀 不是送一包 就是 我搜一下好 给你们看一下下 因为也是过年了嘛 过年这种年货呀 就送糖洗 轻一点点 大白兔 稍等一下 我搜一下 那就是这种 那就是这种 这种的话 这种的话就是大 大的嘛 因为大的 然后它里面是那种 一小桶 一小桶 它里面很多 很多 然后它里面都是大的 所以说 它里面是那种一桶 把它包开之后 就是一桶里头 一桶里面会有很多 这种小的 会有这种小的很多 然后呢 我就是自掏腰包 自掏腰包 给你们送 给你们送一颗大的 大白兔奶糖 所以的话呢 我就 我就还是截图吧 因为现在时间也比较晚了 现在时间也比较晚了 我就还是截图吧 好不好 我就还是截图 嗯 然后呢 我就这几天看一下 如果说过年也发货的那种店 过 我就找那种过年也发货的吧 我就直接在网上买了 你把那个地址给我就好了 好不好 地址给我就好了 呃 过年也是祝大家新年快乐 吃糖 吃完糖之后 呃 就是一年 一年好心情 哈哈 好 呃 那你们就敲起来吧 好不好 你们就敲起来吧 敲起来吧 就随便发啥 发新年快乐吧 好不好 就发新年快乐 好 新年快乐 一定要发新年快乐 要不然敲一敲二就 就 就没用了 就不算 呃 那我们就是 从上 从上往下数 好 从上 从上往下数 第三个 就是 从上往下第三个 如果说截图 截了一半的也是算 好不好 截图截了一半 名字的也是算 从上往下数第三个 我数三 二一 我就开始暂停了 你们把那个屏幕 刷起来啊 三 二 一 停 我看一下是谁 哇 这么巧的吗 兵非语续 好 我就截图了 截图完之后 发给我们的班主任 就这么巧的吗 是不是今天晚上的一个龙王啊 是不是龙王 在群里面就是龙王 在龙王 一二三 一二三就前面三个嘛 刚刚说了 前面第三个 对 是你 然后恭喜我们的小冰冰哈 我到时候在在网上看到你到时候把那个地址给我 把地址跟联系方式给我 然后我就在网上选好不好 恭喜哈恭喜 今天晚上话说多了 然后也是我们今天晚上龙王哈 就群里面龙王说话说的最多的 果然活跃 活跃也不是就 就是刚刚刚刚被屏蔽了嘛 是吧 然后这个糖就相当于你的一个补偿 对 静言的补偿 好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就就就下课吧 好不好 你们有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联系一下助理老师 那助理老师的联系方式呢 我再给你们看一下哈 就对于我们基础班的基础班的课程 如果感兴趣的同学可以联系一下堂堂老师和和十三老师 都可以结个图 不管你们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找到他们 或者说我们公开课的学员画了作业 想要看作业的话 想要看你画的怎么样的话 都可以联系一下咱们的堂堂老师跟十三老师 然后他们也是非常专业 给你们看作业 好不好 竟然有了 好的 好 拜拜 过年好哈 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然后你们的话剂呢 就蹭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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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蹭往上找 好 那没有问题的话 我就先下拉 沉浪沉浪 好 好 稍等 北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